各位网友大家好 小米这次出事了 搞不好会对小米公司的信誉会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就看雷军怎么去做危机公关了 怎么一回事呢 9月12日就是昨天有消息传出 说这个小米公司从9月10日起 就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小米手机进行了远程的封锁 就是有一些来自古巴伊朗叙利亚朝鲜苏丹河科里米亚等六个国家和地区的小米手机的用户 早上起来一开机发现不能够开机了 锁机了就像这个图片显示的一样 上面写的好像是西班牙文 屏幕上有一条消息说小米的政策不允许在该地区销售和激活产品 那么这则消息看上去好像非常正常 而且小米给出的解释说这些国家和地区小米没有经销商 就说这些国家和地区销售的流传的小米手机都是一些水货 冒牌货 所以小米呢这一次是针对防止水货走私的跨区域治理 主要是针对水货走私行为可能存在的刷机行为 所以清查以后目前已经对被封锁的机器进行了解锁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打击走私盗版的思路 这个思路乍听上去好像非常正常 但是我给你仔细讲一讲 我觉得非常后怕 因为这表明了小米根本就是一个美的良心企业 就是跟联想一模一样的 美国人叫小米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你想想看 小米确实在古巴还有什么朝鞋叙利亚 没有这个经销商 但是你在非洲也没有啊 非洲大陆这些黑非洲国家 有多少黑叔叔手里面玩的就是这个小米手机啊 我也没看到他们这个在互联网上抱怨说手机 小米手机被小米公司给远程封锁了 而且这些啊 这六个国家和地区什么朝鞋叙利亚 苏丹啊 还有这个克里米亚 就是俄罗斯啊 收复的这个克里米亚 这些地区和国家都是美国的敌对国家 就是美国啊 自己定义单方面定义 这些国家都是流氓国家啊 都是美国恨之入骨的啊 对他们进行封锁制裁的 所以这很明显就是雷军在配合美国啊 啊 雷军受到了美国压力啊 要要这个古巴的用户遵守美国的法律 什么样的美国法律呢 美国法律就是禁止一切什么科技产品啊 进入古巴境内 所以这次啊 完全就是这个小米公司啊 在配合美国在进行 呃 藏壁管辖 所以说从这件事啊 我可以分析出三个 三个点啊 呃 我觉得非常可怕 第一点就是我刚刚说过了 小米在遵守美国的法律 在配合美国进行藏壁管辖 小米本质上已经成了一个啊 美的良心企业了 虽然说我本人也是一个米粉啊 我前一部手机也是小米叫小米 MIX IS啊 性价比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 小米是不是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呃 还是本质上非常依赖 美国和他没有提供的技术产品啊 呃 表面上看啊 这个小米手机的销量 在欧洲地区已经超过了华为了啊 华为已经被美国打得是烟一息了啊 市场损失非常巨大 所以小米现在已经填补了这个空白啊 非常值得国人骄傲啊 好像是民主品牌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啊 他的什么手机 呃 这个处理器就是芯片啊 是用高通的 每次牛呃 这个雷军开这个发布会都吹牛皮 说啊 这是销通的啊 这个高通的这个销龙845啊 呃 我们公司是第一个拿到这个芯片的 其他公司都没有这个啊 权利啊 拿不到货啊 你看我们多牛逼啊 啊 你再看他的这个 屏幕 屏幕要不就是三星的 要不就是LG的 韩国的啊 然后这个内存的 或者是联发科 或者是台积电的啊 电池 现在是小米自己也发的 也就是说小米完全就是一个美的良心企业 所以他被美国牢牢的抓住了自己的卵蛋啊 非常依赖美国 美国叫他干什么 就干什么 美国叫他封紧啊 这个古巴朝鲜的小米手机用户 他就去干 啊 如果有一天小米手机封紧的中国的用户怎么办呢 啊 就是中国这个官方机构行政机构 如果使用小米手机 然后小米手机听从了美国的行政命令 啊 对这些手机用户进行锁机怎么办呢 这是非常可怕的 这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 啊 跟联想一样 那么第二点就是小米可以远程控制一个手机啊 呃 其实很早以前我们就知道有传言说 科技公司啊 在这个电脑设备 还有这个手机设备 都会安装一个后门啊 然后呢 这些后门呢 源源不断的把这个你的啊 这个使用手机的一些数据啊 举止行为源源不断的传输给啊 这个呃 或者是传输到美国或者是以色列啊 然后就可以给美国的什么中情局 还有以色列的摩萨德这些间谍组织啊 分析使用啊 这也是危机到这个国家安全的 远程控制啊 非常可怕啊 啊 远程控制可不到什么程度啊 美国销售销售给这个门友的 包括F16还有巡航导弹都是受到美国软件控制的啊 就说你这个飞机起飞 比如说巴基斯坦跟这个印度干了一仗啊 用了这个F16你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美国在那一头屏幕上都显示了 你巡航导弹用这个GPS信号 美国也会啊看到的 美国心里不爽的话啊 他觉得你不该用他设备 他就可以立马中断你的信号 对吧 很多次战争都是美国就单方面切断的GPS信号 结果这个导弹啊 从美国手里面买的昂贵的高叫导弹 就成了这个无头苍蝇了 这就是远程控制 非常可怕 第三点就是 早些时候这个雷军被美国制裁 但是很短时间内美国政府就解除了这个对雷军的制裁啊 那这里面肯定有原因啊 有猫腻啊 为什么 肯定是雷军答应了美国政府的某些条件嘛 就是小米公司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个美国的一切命令 那现在就是配合啊 配合美国做一些损害这个古巴朝鲜叙利亚啊 这些所谓美国定义的流氓国家的这个行为来换来解除制裁 所以说现在小米的卵蛋啊 包括很多中国公司的卵蛋已经被这个美国捏在手里了啊 只能养人鼻息了 为命是从了 所以说到底啊 还是这个实力在背书啊 说白了就是科技 谁掌握了先进的科技就可以避免美国的长臂管辖 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霸道啊 教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啊 不准你用安卓市场的这个安卓你就不能用啊 不准你用这个Google Market你也不能用啊 因为美国牛他有技术 他有美元有军事霸权 拳头大拳头大永远都是真理 所以只有自己强大了才不会被欺负 在国际关系上永远都是实力决定一切 不要再去炒房了 包括小米不要再搞什么饥饿营销 搞这些虚头霸脑的事情 赶紧把自己的资金 多投入一点到这个研发技术上 你现在根本就是一个组装牌子啊 你连组装都不是啊 你自己都不去组装 你全都靠这个富士康给你组装 把这些零部件买过来 自己拼装一下 买这个韩国的屏幕 内存 美国的芯片 美其名曰性价比很高 你确实性价比很高 但是你就是给美国人打工的 你不像华为 华为现在确实非常非常惨 而且被这个其他 这个品牌的这个水军啊 给攻击啊 也被这个恨国党反贼给攻击 说华为完蛋了 但是华为他自己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啊 你美国再怎么打压 你也拿我没责啊 我还有一口气啊 虽然一开始困难非常巨大 被美国中断了这个芯片的供应 而且不准用Google Market 但是我只要熬过去了 我就前途一片光明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这个凡是欧美打压 中国的某些领域 比如说什么光伏啊 什么武器领域啊 中国都是越在越坚韧 越牛逼 这个领域越牛逼 越能突破 凡是这个欧美 特别是美国敞开了 卖给你啊 你要什么 我就给你啊 你要芯片吗 给你 对吧 你要这个微软软件吗 给你 最后呢 你越来越依赖美国 依赖美国市场 养人鼻息 现在美国政府叫你干什么 叫你去啊 干一些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情 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 你也会去干 那你就成了美地良心企业了 第二个联想啊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 我讲了这么多啊 针对小米啊 其实我并不是在抹黑小米啊 我觉得小米啊 毕竟雷军创业以来啊 也是任劳任怨 干这么多年 总算把这个小米公司 做成了一个全世界 享有名誉的这个中国企业 我不希望它倒下来 但是我还是希望 这个小米公司啊 能够把这个 钱多投到一点 到这个核心技术上 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不要依赖别人 不要依靠别人 就像中国这么大国家一样 你这么大国家 你全都依赖别人 你就成了朝鲜 不是 就成了这个大韩民国了 表面上非常牛逼 但是呢 人家美国啊 就捏着你的软弹 好吧 今天这期视频 就随便聊一下 喜欢我的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谢谢大家